国防生产法向3M,私家截至4月8日,全球新冠肺炎,确诊病例,屡计超142万宗,其中美国396,223宗,西班牙141,942宗,意大利135,586宗。 武汉临时起解除隔离管制措施,预计将有5万多人乘坐火车离开。 从意大利、美国和西班牙等26个国家,购买回程机票的中国旅客,需要提前填写防疫资讯。 如果你未能满足要求,即将无法登机。 福布斯中文网发布了,2020年,全球亿万富豪榜, 显示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贵索斯,连续第三年为队榜首,马云成为中国首富,排名第17位。 到2020年,榜单上的富豪,数量和财富总值,均低于2019年。 白宫和3M达成了和解。 特朗普在白宫简报表示, 他不再援引国防生产法向3M施加压力。 特朗普此前曾要求3M停止在海外出售外科口罩。 美国媒体表示,安慰号医疗船的一名船员对该新冠状病毒进行了阳性检测,正在船上进行自我隔离。 该船员以前没有接触过确诊病人,或在船使往纽约时期感染。 韩国媒体报表示,为了防止游客在疫情期间聚集, 韩国各地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。 当原道已决定,抚平油菜田, 仔洲岛油菜花庆典已决定停下来。 英国区议会已安排先挖墓地, 以防止将来供应短缺。 负责挖坟墓管理员表示, 他从未试过为尚未死亡之人挖坟墓, 感到非常难过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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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